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很吊诡 不过各位要知道 这个问题其实很严重 因为这个资安漏洞 是不可以用软体来去做更修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首先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说我三分钟之内 如果说被 因为它这个是出现在硬体区的一个 这个bug的一个问题 那被这个所谓的越狱工作者 把它取名叫这个 这个Checkroom Checkroom 8 然后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拿到你的手机 我可以在三分钟之内 我就可以不需要任何你的密码 然后我就植入恶意的这个软体之后 我就可以开启你所有隐秘的一些资料 那这个东西一秀出来之后 大调了 问题很严重 可是股价为什么完全没反应呢 因为第一个 它讲的这个 是适用在比较低阶的手机上 A5到A11晶片 那现在我们大部分的人 使用的大概都是已经A11以上的 比如说iPhone 11 这个就比较不受影响 所以在早期的一些 如果你手中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 如果你手中还有iPhone 4 iPhone X iPhone 8的话 很可能你自己的资料你就要保护好 否则的话一被手机被人家捡到的话 那个资料很可能都会被窃取 好我们来看一下受影响的是 iPhone 4s 6s 7 7 Plus 8 8我是在用8 到iPhone X 但是不受影响的是 iPhone XR XS iPhone 11最新的 iPhone 11 Pro 这不受影响 所以其实受影响的 机型还是非常非常多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因为现在这个是硬体 这个软体不可修复 其实现在有很多新的这种骇客 已经开始把这个 我刚刚说的 Check-Rom 8 这样的一个bug 对不对 把它取名叫Check-Rom 8 bug 然后再直接做更新 那再直接做更新以后 他把它取一个名字叫 Check-Rom 1N 那这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以后不管你现在用的是 手机也好 或者是iMac也好 你只要用到iOS 13 14 15以上版本的全部中标 对这个消息都还没有出来 13 14 15都会中标 对 但是你说这个消息 因为毕竟是使用之后的问题 但是它跟三星那种电池自爆 还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美国人 其实好像也不是很care这个事情 看起来股价好像都没什么联动 那真正其实iPhone一系列 都一直有 最近一连串的出包 但有些是小事 有些是大事 比如说你的照片被人家偷 对不对 这个东西大家就习以为常 然后我觉得有一个东西 就很有趣的 不要这么说 林志玲那时候照片外卸的时候 事情多大条 对啊 搞不好 但是有些人是呼应的 那个浴袍帐都 林志玲才刚才结束 不可以讲这件事 不可以 浴袍帐没有 他是女神不可以这样 没有 然后我觉得有一个Siri的问题 比较严重 各位你知道 早期我们在用Siri的时候 我们都会跟Siri都无聊 跟他对骂 你是笨蛋 然后Siri就说你才是笨蛋 对不对 现在不会 Siri现在聪明了 他很皮 你跟他讲说Siri你是笨蛋 他会说我不许你这样说自己 然后你看 Siri Siri现在的问题是 他会偷偷把你 在iMac里面的信件 把你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那很严重啊 我觉得他真的是太人工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 当然可大可小啦 因为你说他是在学习你的这个文书使用模式嘛 但换一个角度来想 他其实在叛变耶 他以后有一天他把你的东西搬到别的地方去 然后直接给你发出去什么订单啊 什么信用状 所以你知道现在AI很多电影会演说 AI机器人将来会 真的 我们变成他是我们的老板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 所以我们在讲什么照片被偷拍 我觉得那个都小事啊 好了这个也很可怕 来 滑滑脸书iPhone的主镜头会偷偷打开啊 对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为什么要用脸书跟这个 其实都是要直播 但你还没有开镜头之前 自动如果镜头都把你打开的话 其实你有很多不想被录到的镜头 其实都被跟踪 而且那个镜头它是双向的 搞不好它还可以照到你现在的行为 直接去透露到别人身上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会有这种 监视很大的一个问题 其实就有两款机型没有受到影响 就是iPhone 11 跟那个最新的这个iPhone XR XS就没了 其他全部中标 重点是最恐怖的在哪里 你现在上网Google去打几个关键字 破解的关键字 它怎么破解怎么偷资料 它全部都教你 我研究了一个下午 我发现我好像我也会偷了 对你就知道说 这样的一个资讯的破解 能够我刚刚找不到我的手机 你帮我手机拿去 真的吗 其实我给你破解了 所以你没有什么秘密我都知道 好不要惹我 没有 我们来讲一下 基本上它怎么来偷 我们讲如果说万一你的密码不见的时候 画面上基本上你手机只要插入那条线 现在这个已经它密码还有密码 它手柱都打不开对不对 但它已经插入那条线了 它已经连接到电脑了 但是它连接到电脑的时候 它打开这个APP 类似这样的一个APP 打开之后 其实它稍微点一下 它旁边那个电脑上面 那个萤幕已经在执行了 它会点一下的情况之下 它重新开启了 它就开始破解了 上面苹果已经出现破破的苹果 然后出现一大堆乱码的情况下 它已经在执行一个破解的动作 它破解完之后 对不起喔 你的这支手机 已经没有所谓的密码保护机制 所以任何人捡的你都可以用 所以不管人脸辨识还是密码都没好 没好 这样一个过程 多久 我现在只是截取中间的一个细小段 整个过程不到三分钟 所以你去上个厕所回来 对不起喔 你的资料 你的密码已经被我破解了 东西就可以拿走了 所以上厕所一定要带手机去 好 那你不要以为这种密码喔 你里面所有的资讯 的文件通通被透漏 现在呢 它已经破解了 对不对 它怎么偷里面的文件资讯 它还是接了电脑 然后现在已经在破解了 破解完毕之后呢 你的资讯呢 已经在电脑里面 然后接下来 你会看到有个很特别的画面 马上5 4 3 2 1 有没有 在画面上做倒数 倒数结束之后 你的电脑 你的所有资讯就在电脑里面 所以它还经过一个倒数的程序喔 然后你看它们一个一个文件 有没有 就是你的资料 然后它有没有 它我要拿喔 它跟你讲我要拿了 它就拿走了 就是这么简单 整个过程呢 也不到5分钟 结合不只破解 而且把你的所有资料存在它自己的电脑 对 就3分钟啊 密码 文件就是几分钟的事情 所以大家要特别小心手上的资料 所以它们有特别呼吁喔 就记得啦 上厕所带手机就对了 我们回来看苹果的股价 还是持续走高 为什么 很多人说 对苹果而言 现在的关键已经不在手机了 对 我想 因为它里面太多了嘛 它里面当然有很多的这个广告服务啊 很多手机啊 或者其他的3C产品 那基本上这次的事件 大概基本上都还是在属于A5到A11晶片 这种比较旧机型的 所以第一个 对它现阶段推出来的iPhone11啊X啊 那些没有受影响 所以我想这个是它股价没有受影响的 第一个原因 那第二个原因的话 就是说因为这个公司的现金部位 才是太高了 所以分析师其实是看好 未来不管美股怎么样做大震荡的时候 你苹果还是唯一可以活得下来 就是20的骆驼还比马大 所以有人就把它的这个目标价 从300调升到325 距离现在的股价 大概还有23%的一个溢价空间 那我们可以看到苹果的一个 股价今年已经上涨68% 它的市值是1.18兆美金 已经正式变成第一名 而且赢了微软还赢蛮多的 所以我觉得 未来大家就基本上你不要去期望 除非它的那个电池自己爆掉 或者是它自己烧起来的话 不然的话除非美国都垮了 不然的话我觉得Apple 也是会最后一个跌 但是我觉得从这件事情上面来讲的话 可以兴起另外一个概念 叫做妨害概念股 就是资安概念股 那国内因为很久都没有人在提资安 今天也都没反应 但是我觉得未来 大家可以稍微去看一下 那这一类的股票 今年其实动得不多 那我觉得有很多成交量太少的 我都不讲 我就讲其中的 比如说我黄色的部分 一个是上期 一个是中非 因为本月本季跟今年的表现 我大概评估过都还OK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一个股价形态 最主要是筹码的部分 比如说外资有在买上期 外资现在有在买中非 那以上期的一个股价来讲的话 形态上面蛮漂亮的 外资的部位也OK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中非的部分 它是属于高档 然后下来之后已经打过了一个底 那最近的外资部位其实也还不错 所以这些概念的话 苹果的事情我觉得还没结束 但是如果未来有一天 这个东西是不可逆的 真的解决不了的时候 台湾的资安股大家可以留意 好不过说到苹果 苹果明年要推5G手机 大家非常期待 据说它走的方向 跟大家想象不一样 它是滑盖啊 对啊最近网路上有铺顺一罐 影片让引起大家的惊呼 哇未来的iPhone真的这么漂亮吗 给大家看一下画面上 这一支手机是大 这个有一个设计师 他设计出这款手机 而且他还在蓝宝尖银前面 秀给大家看 这支手机它是滑盖 而且是左滑右滑 它现在是在左滑的情况之下 主萤幕是全萤幕 但左边可以点你的需要APP 然后一点的收回来 所以它不是折叠的概念 它是滑开 滑开之后就变大 而且可以左滑跟右滑 我觉得蛮厉害的 而且它几乎可以取代 所有的折叠机的缺点了 而且它不会因为折来折去 就出状况 因为我们那个凹来凹去 第二次的事情 问题是太多了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滑 真的是滑得非常的人性化 刚刚左滑是一堆APP 右滑照相机就出来了 然后按一下直接拍照 重点就是你看它后面 有点黑筋的感觉 娟姐你知道它的背盖 是怎么做的吗 24K的玫瑰金 够奢华了吧 如果接下来 我想等这一支 等这一支再换 对 我也想买 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来 但是我觉得这支手机 已经提给苹果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想法 未来如果这样一个手机 一出现的话 我相信折叠手机 大家要买 我相信热度也少了不少 但是我相信热度也变得了 我相信热度也 recess了 我相信热度也认为热度也在 我相信热度也认为热度也有 有可能的披露度也有 龍后看到隔尺子里面是 这支手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